一对年龄相差35岁的男女偶然相识 并很快成为了夫妻 结果孩子出生刚三天两口子就开始吵架 脑子不可开交 后来干脆吞到羊娇 到底因为什么呢 孩子上来三天就吵架 为了小孩吃这个果子 果子嘛 红枣就是 他要给小孩吃红枣 小孩不能吃嘛 不是啊 小了嘛 差一点就要咽这个气就回不来嘛 对于两人争执的起因 李小慧强调是因为所事 而老田呢 却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 甚至还是顾虔猛马上出毛衣来 他因为我给他抓了 他马上提出 要这个方材整 要选择 我说 这个还不到事 方材整跟你了 你赶我出去 两人吵架是不是因为老田说的原因 无从讨证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 似乎真不是琐事那么简单了 两人的争吵不断升级 有一次情绪激动的李小慧干脆拿出了安眠药 想自杀 情急之下 老田一把抢过了安眠药 自可给吃了 尽管人被医生抢救过来 可老田的心 却彻彻底死亡 2003年3月 李小慧和老田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 结束了这段忘年恋 对女儿田山盛的抚养问题呢 两人的意见在当时也非常一致 李小慧说的是大实话 老田呢也挺人之以尽 离婚协议签了 房子孩子该明确的都明确了 从此大路朝天 俩人各走一遍 本来各不相干了 可为啥要上演 转移孩子这么一出呢 他天日间呢 是要无意地赔一下 但是他到家里的天日 每一次都是偷东西 一个月要五十次 影响小慧的自学 这样像老田说的 李小慧有点太那个了 你看孩子就看孩子了 咱还顺手牵羊 跟扫荡似的呢 真的没有 说什么同情啊 什么配合支持啊 其实他就是很巴刀 从这时候开始啊 李小慧就琢磨 不行 我得把孩子的肩负抚养权呢 要分 终于有一天 他和老田摊牌了 我听到 爸爸把靠门 他们死孩子的母亲呢 叫我开门 他说 我说 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他说今天我们要把孩子带走 一定要带走 我说不行的 就吵起来了 就牛起来了 有了这次经历啊 老田开始紧张了 他心想啊 这次没把女儿抢走 那以后能不能去学校 直接把孩子领走呢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那最后老田想的是啥招呢 说出来 您会觉得是笑话 他呀 只让孩子上半天学 下午 干脆就不去了 上午也不是 静候一直是谁呀 这个等数数机 孤后一堆时机 等困略 下车 主要是 他们去